今年刚刚在蛇先环入行25周年 近年主力在内地发展的阿蛇 竟已有一段时间没回娘家 这日她为内地传媒拍摄节目 回顾昔日点滴 当中重临电视成一厂 一个带给她很多难忘画面的地方 还勾起当年参加香港小姐 Semi Final时在后台的画面 一厂是我的开始 因为一厂就是港姐 Semi Final那天 还记得很紧张准备出场 然后智慧她就说不用怕 我们冲出去 321Action 然后我们就走出去 就开始竞选了 选美的时候会不会是人生中 其中一个你会觉得最紧张最紧张的 当然了 因为未接触过这些环境 还有未做过Live Show 说一次第一次 是的 又怕自己记错舞步 记错位 说错话 又怕自己不漂亮 很多事情 紧张和担心 难得回到电视城 阿蛇当然慢慢走走 怀面一下以前拍剧的地方 她一走到古装街 就相当兴奋 边走边介绍 还跟我们说了自己最喜欢 古装街哪一个地方 兼且分享了一个小秘密 如果说古装街就有很多年了 但是一厂就三年多四年了 因为那时候延期的特輯 在一厂拍摄 三四年了 但古装街我想有八九年十年都有 有没有什么很大变化 在公司里面 古装街也是这样 是 很亲切 其实所有地方都是很亲切 还有刚刚刚沿路走过来的时候 又遇见了很多旧同事 是 大家见到都很开心 刚刚也见到你 在古装街这里 你还有试过激古鸣冤 那时候有没有试过 你之前拍摄那时候 应该有吧 这些桥段 好像拍《铁嘴银牙》 我也是 是有的 因为经常都在衙门出入 那时候 你最喜欢古装街哪一个地方 因为有那么多场景 我最喜欢这个 是吗 这个 四合院 四合院 因为茶楼也在这里 拍很多很多电影 工心街 公主架道 铁嘴银牙 什么都在里面 还有为什么最好呢 因为它有很多层 然后有很多地方可以躲在休息 是 重游救地的同事 阿蛇发现了公司有样新设施 搞到它很不值得地说 豈有此理呀 还有又多了个便利店 是啊 刚才我才在这里说 有没有搞错 为什么我们以前没有的 以前是不是可能肚饿 买饿都可能有部汽水机 有部汽水机 还有有部 因为有时冬天 有时夜晚又不想喝冬的东西 后来就做了一部 有咖啡 有烤巧克力的飲机 那已经很开心 豈有此理你们 现在 这么好的 你们要更加努力一点 你们要